在最新的美国经济数据表明经济疲软和就业市场紧张 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下跌后 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纽蒙特矿业公司AEM是一家从事黄金生产的黄金生产商 也是铜、银、铅和铅的生产商 它通过以下地理区域运作 北美、南美、澳大利亚和非洲 并且纽蒙特是唯一一家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上市的黄金生产商 公司近期的股价从4月高点的86.41下跌了22% 目前在维加斯通道附近震荡 近期的走势和黄金相似也是从高点回落 并且公司在4月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公司营收逊于分析师的预期 每股收益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也导致了进一步的下跌 该公司目前还支付每股2.20美元的年度补息 一年4次每次每股0.5美元 5月份就业速度放缓至COVID付出开始以来的最低 分析师表示该数据引发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并支撑了黄金 作为一家领先的金矿开采公司 ANM的价格走势反映出对黄金的投资需求不断增长 当通胀上升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升级时 黄金的投资需求往往会增长 与此同时 在美国利率和美元指数加速的环境下 黄金和ANM股票一直呈上涨趋势 如果黄金的价格上涨将推动行业利润以及销售增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 获得更多的资讯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